你们是不是想问已经掉成光杆的 快死掉的月季怎么晚回到明年爆花 我来跟你讲一下 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换根有一个核心关键的日子 叫国庆节 因为那个时候的气温稳定在20度上下 用手用抓牌 把这个边边及底下的根系 在这里顶上去掉 只剩下手抓的这么大一个土团 这种情形一般也就是根系烂了 就把那些糗烂的根系抓了 去掉了之后用海地的花园的通用型的配方图 如果两广地区就用粗克力的配方图 请注意 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吸气去掉 而且这个日子是10月期间 如果开花 开了就把这一个花团这里掐了 尽量地保存它有一片叶子保留 而不是让它的叶子去掉 要让它有光合作用 这样子过了之后 一个月11月新根密密麻麻 这样子操作了之后 发现哇塞 有限地活的这一个牢杆上面 颜色开始变成褐色 底部的这个牙点开始鼓得红红的 也不要管它 闻到1月中旬 咔咔咔咔 把老肉病材系的枝条全部中结 底下的红红的牙点全部是水牙 因为根系已经准备好 底下的牙点蓄势待发 明年春天 然后一丝肥给日照开始 即可恢复比去年和前年要大很多 老苗就是这样的 地栽的如果掉光了 擀叶子 通常这种情况是由于土壤板结所做的 你要每一年的冬天 两三公分的表土残叶 全部把它刮了丢了 然后呢 挖土壤表面10公分左右 在上面盖海地的花园的通用型的配方土 花杏牛粪肥 骨粉肥 换了这些有机肥之后 再在1月份进行修剪和牵引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